Hello,大家好,我是Kevin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泰国退休签证 上回说了如何去申请那个投资签证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个退休签证 那退休签证其实是很多人都 很多外国人要居住在泰国呢 都会考虑要去申请这个退休签证 那他的实际名称呢 意思是叫做非移民OA签证 那如果你们需要查询更多资料 到泰国移民局的官方网的话呢 其实是找不到退休签证这个名称的 那要必须找这个非移民OA签证 才能找到相关的资料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是也是因为这个签证的主要是 针对50岁以上的人来申请 所以就渐渐的很普遍的都被叫为了退休签证 那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 而且希望可以在泰国长期的居住的话呢 那这个退休签证呢是可以适合您来考虑的 这一个签证呢当您拥有了之后呢 可以让你在泰国住上长达一年的时间 那这一年时间到了之后呢 可以按照当时的规定来继续的延签 一年一年的延签下去 那目前呢 因为他们的那个政策也是常常会改变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呢 大家只用来做个参考就好了 而且每个国家的申请要求呢 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所以是建议大家呢 如果真的要有有那个兴趣去申请的话 要到当地的那个泰国领事馆呢 去真正的去询问那个详情 然后才去准备资料来申请 那目前呢 要满足这个退休签证呢 有五个基本上有五个五个标准 你们需要达到的 那第一当然就是那个岁数的 就是在申请的那个当天的那个日期呢 你的年龄必须已经是五十岁或者以上 那第二呢 就是你不可以是被禁止进入泰国的名单上 所以可能 嗯 其实通常也不会有这样的例子 除非你是政治性的危险人物啊 还是可能你是terrorist 恐怖分子 有可能你在这个名单上 那第三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呃你在泰国之前在泰国到目前在泰国 还有你自己的那个国籍的或者居住国家呢 不可以有任何犯罪记录 那第四点呢 就是在提交申请的国家那里呢 你必须是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啊 就是呃 如果你是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是新加坡人呢 那你要在新加坡的泰国领事馆那边申请 如果你是香港人呢要到香港的领事馆来申请 不可以在呃 好像台湾还是别的国家去申请 这是不可以的 那第五个点呢 就是呃 这是个人资料 就是你没有他们泰国政府呢有列下了呃 呃 一些禁止性的疾病了 那所以你要申请这个退休签证呢 呃 你必须证明你没有患上任何的这些疾病 他们才可以把你当作是合格的来申请 那如果你满足以上的这五个条件呢 呃 就可以去准备所需要的文件了 其实他的手下文件是挺多的 好像那个申请表格啊 照片啊之类的 所以他有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单啊 要搞呃 我简单的和大家重点介绍一些 可能你们需要了解到的地方 那第一当然就是申请收那个护照 校期不可以少过十八个月 一年半 那第二呢 要注意的是呃 刚才有说到你必须证明你没有犯罪记录 如何证明呢 那你必须由你居住国家的领事馆呢 签发证明书 来说你在 之前在某某某国家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所以你必须要呃 提交这个证明 那第三呢 刚才之前也是有说到就是呃 泰国政府有说 如果你有患有这一系列的呃呃 疾病呢 就不允许你来申请 那那如何来让他们知道呢 就必须呃 生的必须报上你的那个医疗的医疗证明 医疗证明书来给他们看 然后让他们审核看你是不是真的是身体健康 所以除了这三个的第四个呢 就是在经济上的要求这个呢 就呃 要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呃 投资签证也是也是需要需要放了一笔钱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可是比较少 那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呢 就是你必须现在泰国银行有一个自己名字的账号 然后在那账号里面呢 必须存入八十万泰铢 呃 如果你存入外币呢 外国货币也可以 就打个比方有些泰国银行可能可以让你存入美金啊 还是欧元啊 都可以 可是他的那个对呃 通过兑换率之后的那个总价值呢 必须至少是八十万泰铢 那如果你们打算存入呃 外国货币呢 我是建议你们放的比较多 因为那个兑换率实时会更改 那这八十万泰铢呢 也要注意到 就是如果你就是举例就是今天要申请的话呢 这八十万泰铢呢 必须在两个月之前呢 就已经显示在这银行账户里面的 那那你也必须到你的那个相对的银行呢 去要他们呃 可能发一个公刊 讲说在这个日期其实已经有这一笔钱了 直到现在一直有这八十万泰铢 泰铢一直在里面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算要放这一笔钱 呃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如果你可以证明你在过去的十二个月 还有到接下来的的的几个月呢 你每个月都可以获取到 呃 价值六万五千元泰铢的收入 或者呃 退休金 因为五十岁以上有很多呃 美欧的顾客呢 他们其实已经在呃 索取那个退休金都可以 那可是你必须证明了 就是你你你你每个月都有 有至少有六万五千泰铢的收入或者退休金 所以两者其一都可以 那呃 第三个办法呢 就是如果你有呃 收入 举例没有到六万 可能你的收入只有三万呃 每个月只有上大概三万块泰铢的收入 那你也可以再补上一笔定期存款 放在泰国银行里面 把两个综合的起来 然后一起去申请 所以呃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呃 因为如果你申请的的日期呢 其实你早在两三个月之前 就必须先要有这些 这些准备了 要先把这些表格准备好 把钱全部存入银行户口 然后才可以申请 那呃 你可以选择在自己 居住的国家的泰国领事馆来申请 或者你也可以呃 到泰国当地呢 的移民局那边去申请 两个地方都可以 没有问题 那好呃 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 当你们 如果成功的申请到了这个呃 呃 退休签证之后呢 有呃 三方面吧 有有三方面要跟大家提到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当你们拥有了这个签证 在泰国进入这一年的这个期间呢 每九十天 你都必须到泰国移民局报告你的当地地址当前的地址 啊而且这是每九十天都要做就是他大概每三个月都要去那个当地的移民局去呃就是去报到啊就报报到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呢呃是违反他们的条理的是有可能会被处罚的会呃如果你辞报 到几天的话呢是有呃金钱上的处罚的那如果你根本都不去报的话呢他们也有权利把你这个退休签证呢给取消掉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那第二点呢就是呃在这在这一年住在泰国的期间了那如果你有打算要可能要离开泰国回自己的国家是到别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哦你可以随便都可以安排回国还是去哪里的可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你离开泰国之前呢请记得要注意必须先去获取这个重新入境许可证 如果你办了这个重新入境许可证呢你回国呢就一切都会很顺利顺利的没有问题的而是如果你没有去办这个重新入境许可证呢当你重新往返泰国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可能呢会取消你的这个呃退休签证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而且这个这个重新入境许可证其实是呃挺容易的去申请的可以到任何呃泰国 泰国移民局去申请或者你到任何泰国的国际机场也可以办得到好那好说到最后一个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这一年期间差不多要到了那你继续想要继续在泰国呃延欠的话就是要继续在住多一年的话呃要注意的话呢他们还会再重新的审核你个人的资料还有资格的那所需要的这些资格呢 跟我之前说的呢目前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你的泰国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证明呢必须要在申请日期前提早前三个月就必须 证明到这笔资金已经在里面啊之前我说是两个月嘛所以延期的话呢就是三个月所以这是唯一的不同其他的 他的方面呢还是必须重新再呃准备的就好像必须再提供如果你是呃 必须提供你的收入资料你必须重新再去呃跟回国或者跟你当地的呃有关有关呃方面的跟他们要要求这些东西呃你的意料证明啊这些都是要重新再做然后再申请 OK好就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如果你们想要对别的签证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你们需要再了解多些什么那具体的真正的懂怎么样去搞这个呃退休签证呢那我是建议大家到自己国家的那个泰国领事馆呢去呃呃去问的因为呃真的我们 据我所知就是呃新加坡香港呃美国还是什么国家都好每个国家他们所需要的文件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最好是问的清楚所以可以每一一申请就可以很顺利的通过那好就视频就录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